其實剛談到所謂的這個 所謂換語的這個部分 其實我覺得我們這個選區的狀況 跟國民黨的總統大選狀況 其實是非常的像 因為國民黨他真的是內鬥內行 外鬥外行 其實真的是可以團結 他不團結 而選擇分裂 所以他們都把個人的利益 看在政黨或者是全民的利益之上 那怎麼說呢 就是說我要在這裡強調重複一次 就是說國民黨如果再重蹈覆轍 所謂換柱二點零 中途去換所謂的這個換語 那真的國民黨一定是大大的崩盤 因為以現在民調 我們可以知道 就是郭台銘的這個參選 其實對於蔡英文跟韓國瑜 都有相對的影響 因為兩黨的政黨的滿意度 以目前我們來了解 其實都沒有超過三成 那所以這代表什麼 代表說顯示大部分的民眾 其實並不滿意蔡 函目前的這個競選的表現 那所以呢 郭出來參選的 他主要的挑戰 其實之後 我們還是要去了解 就是說他如何在中美貿易衝突下 能夠替臺灣找到出路 要如何帶領著臺灣找到出路 現在我們不要在意 誰要來選總統 民眾基層的民眾想要知道 到底是未來的總統是誰可以帶領 帶領著臺灣走 找出路 這是最重要的 那接下來就是說 郭台銘在美中兩國 其實都有一個很緊密的這個關係 但也有相對的包袱 所以這個部分呢 其實到最後他也會面臨相對的一個挑戰 要如何去說明 我覺得這個也是就是像剛剛忠信大哥講的 在撒卡都的狀況下 如何第三勢力可以說服民眾 可以帶大家找出一條深路 帶臺灣找出出路 我覺得這是非常的主要的一個關鍵 那另外一個部分 我覺得不可忽視的是說 如果今天 因為今天報紙也有說 就是說郭台銘要找侯友宜的哥哥侯明豐院長 來當這個副手 那其實已經否認了 當事人否認了 但是無風不起浪 一定有相對這個聲音 就像當時王金平說 他有聽說 國民黨有幻語的這個消息一樣 所以我必須要強調 王金平他在國民黨也有一席之地 難道他沒有小耳朵在國民黨嗎 難道他說的話 真的是空穴來風嗎 所以這看得出來 就是國民黨不斷的在內鬥 不斷的在搞不團結的這個戲 那到底我想試問 到底吳敦義有沒有想讓韓國瑜當上總統 這個可以是一個很大的一個問號 因為不斷的在內鬥 不斷在上演這樣子一個戲 所以如果今天假設有這樣的一個消息 說他有可能要去找他當副手 當然他現在否認了 但一定曾經有過這樣的一個過程 不然怎麼會有這樣的一個聲音出來 那這告訴我們 除了國民黨的內部不斷的在鬥爭 不斷的在分裂 包括未來對於韓國瑜的輔選 其實到底誰要去當總幹事也好 要輔選韓國瑜也好 這都會造成很大一個不確定性 所以這樣的一個對國民黨的一個傷害 其實是不可以忽視的 那另外一個部分呢 其實民眾大部分 大家也認知 基層都會認為說 國民黨本來好好的一盤棋 看起來就穩住了 那算起來好像一盤棋都被打亂 一手好牌打成一堆爛牌 那我覺得說今天國民黨造成今天這個郭台銘投入獨立參選的這個分裂的狀況 其實誰要負責 黨中央要負責 國民黨的吳敦義跟郝龍斌的副主席 其實都應該要負最大的責任 所以呢 現在呢 黨中央做的不足 你到底你搞的分裂 大家都覺得國民黨就是分裂了 也不團結了 就是在內鬥了 那到底你們要怎麼樣負起相對的責任 要如何補救現在的危機 一句啦 不論是要換語也好 或者要所謂韓國瑜說 要跟郭台銘並肩作戰也好 並肩作戰不是用嘴巴喊話的 溫情喊話或喊空話 你總是幕僚有沒有互相切磋 講難聽一點 韓國瑜難道沒有所謂郭台銘的電話嗎 難道打一通電話都有這麼難嗎 所以我覺得這個講那麼多的空話 倒不如黨中央跟韓國瑜要多努力一點 多做一點 如果真的是想要團結的話 不要好像讓大家外界基層的民眾看起來 國民黨就是一個不知道怎麼團結的政黨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現在呢 要如何補救這樣子國民黨的一個危機 說真的解鈴還虛細鈴人 所以黨中央跟韓國瑜 真的不是只是喊空話 也不是溫情喊話而已 要真的拿出實際的作為 我覺得這才是當務直擊 我覺得這才是當務直擊